去年十二月 中國跟菲律賓在南海爆發衝突 兩造劍拔弩張 先前中國漁船越界違法捕魚 被阿根廷海巡扣擊 我國海巡對三無船執法 在中國眼中就是該隊 翻覆死亡案負責 中國談判代表落下狠話 離開金門拒絕協商 就連折合新臺幣 約八十八萬元的慰問金也不拿 說要等紅十字會轉交 我方等待檢調做最後決定 但中國直接貼標籤 還藉由兩會持續炒作 叛逃軍官林義傅妻子 中國全國人大代表陳雲英 四號受訪表示 撞傳智人遇難就要道歉賠償 不希望看到台灣變成沒有法治的地方 跟中國同一口徑的最大聲的 還有藍白陣營 就是大象跟螞蟻在談戀愛嘛 公雞跟炸猛談判 你們看過 我知道委員要說什麼 倒一口就沒有了 可是 我們要忍耐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臉書發文 也堅持用撞傳字眼 撞傳這兩個字 就是要定台灣海巡的罪 這就是現在人大的代表正在使用的詞 三無傳反覆案調查結果還沒出爐 藍白堅持是撞傳 不但未審先判 也給中共操作好理由 三立新聞 業績豪黃 什麼料美君 M小組綜合報導